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广阔的渤海了 盘景的红海滩其实就是碱棚草 又叫赤碱棚棚 它可以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存的盐碱地中 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每年的秋季由嫩绿转为红色的碱棚草 让整个海滩变成了一张红地毯 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到北部和东部沿海 碱棚草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 它在海滩及湖边常常形成单种群落 场面微微壮观 在中国沿海城市中 盘景的红海滩面积最大 高峰期可以达到20多万亩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这连片的红海滩 还是感觉到很震撼的 确实是 那为什么在盘景的海岸线上 会有这么大面积 这么密集的出现呢 因为盘景这个地方呢 有三条河流 就是陆 渤海 辽东岸 在我们这个方向的西侧 是和锦州接氧的是大陵河 中间呢是辽河 东南呢是大辽河 与沿口隔河相望 这样的话呢 三条河流冲下来的这个泥沙 它就逐渐地形成了一个 大面积的贪图 由于泥沙不断堆积 贪图在不断增加 然后又变成湿地 让盘景拥有各类湿地面积 达到2496平方千米 占全市总面积的60%以上 所以盘景也被誉为湿地之都 湿地调节气候 净化空气 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丹顶鹤就是其中之一 在海边拍摄时 我们的摄像师发现了 四只正在觅食的丹顶鹤 攀涂湿地中的鱼虾 以及水生昆虫等 都是丹顶鹤最爱的食物 而检棚草的内芽和种子 则为丹顶鹤提供了最好的素食 享用完美食的丹顶鹤 偶尔聚会而名 好像在感谢检棚草 和这片贪吐湿地的馈赠 跟随向导杨虫旗 我们来到辽河北岸的 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拜访一位老朋友 养贺人赵世伟 来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真的就感受到了 这里的湿地之大 我们在这个芦苇荡里面 已经穿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一眼望不到边的 在这边还可以听到 有丹顶鹤的叫声 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听杨老师介绍 保护区的丹顶鹤繁殖基地 位于辽河南岸 红海滩景区的附近 而我们来到的是 丹顶鹤的野化基地 知道我们要来 养贺人赵世伟 早在训练厂等着我们 来到这个野化基地 这些丹顶鹤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好像一点都不怕人 我们能靠近一点吗 那可以 我们身边的丹顶鹤 绝大部分都是赵世伟 人工浮化 并饲养长大的 所以并不怕人 赵世伟说 2016年 他们在这里 树立野化基地的目的 是让这些人工饲养的丹顶鹤 恢复野性 回归到大自然中 这边看到的都是这个除鹤 对 21年咱们人工繁育的 现在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小的是三个半月吧 从这个叫声就能听出来 还是小鹤呢 有点像这个小鸡的叫声 对 叫声大致到一年多以后 才能和那个承鹤那个叫声 承鹤那个咕噜咕噜的这种叫声 还一样 而且看这个头上 红色的丹顶还没有长出来 现在还是这样的小黄毛呢 对 2021年 赵世伟与同事们在繁殖基地 成功孵化了39只小丹顶鹤 小鹤长到三个月大后 就要被带到野化基地进行训练 除了正常的四位外 赵世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对小鹤进行放飞训练 现在有的还飞不太好 一般它都是迎风起飞的 我一般就带它 带它一跑它就来了 您带着它跑啊 来 这个看这个好美啊 在这些小鹤就在我的身边 张开了翅膀了 赵世伟简单地领跑后 大部分的小鹤都张着翅膀 跟在赵世伟的身后 而有几只则顺势起飞 绕着基地飞了一段时间 才回到地面 赵世伟告诉我们 这些小鹤来到野化基地 只有一周的时间 还需要更多的飞行练习 野生的小鹤 一般都是由父母交手生存技能 但对于这些人工孵化的小鹤 赵世伟就如同父亲一样 要从走路开始一点一点地叫 小时候啊 你们看是挺有意思的 你要走得六位快一些 发现追不上人了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 很幼小的小翅膀 也伸起来就开始跑 这些丹顶鹤出生后的第一眼 看到的就是赵世伟 所以对赵世伟有着 与众不同的亲近感 这只小鹤就像大人聊天时 在旁边捣乱的小孩一样 特别顽皮 赵世伟说 如果把这些小鹤比做课间休息的 一年级小学生 那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了 小鹤们最喜欢的课间活动就是洗澡 现在孩子们下课了下课了先跑出去玩着 玩了之后就洗澡 好像就相当于我们上个洗手间了 怎么这么地的 只有活动的时间 然后咱们也话在野外的时间呢 是逐步逐步是厌场的 洗完澡 抖一抖翅膀晒一晒日光雨 这一次的课间活动时间很快就到了 赵世伟告诉我们 野化训练不能着急 必须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 开始的时候要精心照料 等到丹顶鹤们学会了在野外生存的本领 他就会狠心地将它们赶出家门 跟随赵世伟 我们来到野化阶地的另一块区域 这里有很多被赵世伟赶出家门 自谋生路的成年丹顶鹤 这两只是夫妻俩吧 这两只是从这儿放的 前面那是公的 后面那是母的 咱们有准确记录 后面那是母的 就是咱们保护区现在存活时间最长的 它是1984年的 1984年比我的年龄还要大 今年应该是本命年 37岁了 本命年属牛的 据赵世伟介绍 盘锦原本只是丹顶鹤 南北迁徙途中的一个中转寨 但这两只丹顶鹤被救治后 便一直留在了盘锦 1996年 两只丹顶鹤通过自由恋爱结成了夫妻 咱们是人工孵化丹顶鹤呢 是从1996年开始的 就是他们两只鹤产现第一枚卵 96年的时候 对 那像他们现在一共是有多少个后代了 怎么也有30多只了 30多只了 而且后代可能又有后代 后代又有后代 他们也可能已经是爷爷奶奶辈了 有可能比那个辈还要高 据赵世伟介绍 他们放归大自然的丹顶鹤 有一部分完全融入野生种群后 飞去了其他的地方 同时也有一部分野生丹顶鹤 在迁徙路过这里时渔流了下来 每一年这个春秋两季这个千亿季 它会和野外的丹顶鹤种群 他们之间会有个沟通和交流 比如说野外的一飞过来 他们之间一沟通 可能野外说 哎呀我从黑龙江 我从奇奇哈尔来 他们会说什么呢 然后他说这黑龙江挺好 有时间我跟你去转一转 转一转它就融入野外种群了 那有可能的咱们潘景克 还会跟他说 潘景克这个环境很好啊 你们留下来吧 要么就是落户潘景克 然后这个他就是经过这么 若干年那个和野外种群的一个沟通 就能和野外基本上就融入到一起了 从一个数据上咱们能说明 就是2011年的时候 冬季的时候 丹顶鹤南迁的时候 当时是九支 迁到潘景之后 就是不再继续往南了 到现在为止 到去年的冬季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咱们已经变成60多支了 赵世伟说 近年来 当地政府通过退养还湿等很多措施 使盘景湿地的环境得到改善 丹顶鹤也有了更好的生存条件 随着中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逐步加强 保护措施也越来越先进 位于黄海治病的江苏省盐城市 被誉为丹顶鹤的第二故乡 这里的湿地真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于2019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每年都有大批野生丹顶鹤 及其他珍稀候鸟来这里跃动 由于保护区内地形复杂 植被茂盛 很难发现大群鸟类的踪迹 要了解越东后鸟的种群数量情况 需要借助一些辅助设备 经过联系 我们来到保护区的另一片区域 这里有一辆雷达车 可以观测到鸟类的活动轨迹和种群数量 现在屏幕上面就能够看到 雷达探测的一个范围 一圈一圈的 这每一圈呢 一公里 最大的半径是十公里以外 那这个一条一条的红线呢 这一条一条是鸟类千续的路线 中午的时候鸟很少 早上和傍晚的这上面全是 一片红啊 红的是大鸟 但粉色的是中鸟 或者蓝色的是小鸟 而且你看 跑的时候头部大的 说明鸟一多 数量一多 红的一小 说明鸟的鸟群的小 数量就少 听陈工员介绍 雷达车只负责监测和记录 保护区内与其关联的后台设备 可以根据雷达车的数据 计算出鸟类的数量 由于工作人员 对于鸟的活动范围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从屏幕中 就能大致判断出鸟的种类 这是农田 大密集的养着 所以像这里跑的 大部分是鸭类的 鸭类的 鸭类的比较多 这边跑的一块 农田里跑的大部分是大雁 那在这一片呢 这一片是芦苇荡了吧 这一片是芦苇荡 芦苇湿地 对 一般是核类的 灰核 丹顶核 刚才在这一片 芦苇湿地当中 看到了有一个鸟群 很短的一条轨迹 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证明它是落下来 对 落下来了 对 根据屏幕监测到的信息 陈国远判断 刚才显示的轨迹 应该是一群核类 很可能是丹顶核 按照雷达上显示的区域 我们的无人机 在芦苇荡的深处 果然发现了一群丹顶核 听陈国远介绍 雷达车的监测半径 只有十公里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移动位置 最终将监测范围 覆盖到整个保护区 那像这个雷达车 保护区引进了有多少年了 我们刚才引进了三年 这三年的时间来看 每年这个千玺后鸟的 数量有变化吗 有变化 以前这两百万的组 现在这一两年 这三百万的组 现在保护区停留了 其实保护区千世的鸟 可以两千万的组 有一部分鸟 是在这边做一个补给 还要再往南飞 只是说在这里 越东的候鸟 现在有三百多万只 陈国远说 鸟类种群数量的增多 得益于中国近几年来 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万鸟归巢 是他们保护工作的成果 也是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之后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最好见证 这里是中国海域最北端 渤海辽东湾 这是唯一一种 在中国境内繁殖的 奇俗类动物 不规则的斑点 是它的标志 胡须是它烈饰的工具 乘船出海 欣赏壮美海景 追寻海中生林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美丽的蓝色家园 正在播出 中国海域辽阔 从北到南 跨越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渤海辽东湾 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海湾 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 成千上万的冰连 一片挨着一片 覆盖辽阔的海域 正是这片海域 为一种神奇而可爱的动物 提供了庇护之所 它就是斑海豹 它们主要生活在 北半球西北太平洋海域 具有回有繁殖的特性 渤海辽东湾 是全世界斑海豹 八个繁殖区中 位置最靠南的一个 我们市制组 到达辽东湾市 正值4月 渤海水轮升高 浮并融化 斑海豹 即将离开中国海域 远方的加设置组 来到了辽宁大连 这里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站在我这个位置 左手渤海 右手黄海 身后是一道美丽的 黄渤海分界线 知最说它美丽 是因为在这里 海水分成了两种颜色 蓝色和黄色 另外它是一道 天然的弯弯曲线 景色非常的壮观 而我们这一次来到这里 是来寻找斑海豹的 它是唯一一种 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 奇族类动物 我们身后的这边海域 就是它每年回游 进出中国的必经之路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一起 去寻找斑海豹吧 站在老铁山最高点 向海面望去 有一条S型湖线 这就是黄海与渤海的分界线 这条线另一端连接的是 山东彭来的田横山 全长大约有100多公里 这是斑海豹 回游繁殖的必经之地 每年12月前后 斑海豹来到辽东湾 越东繁殖 等到春暖花开始 就会离开渤海 前往太平洋西北部的 其他海域 度过夏秋凉季 我们来到坐落在辽东半岛 南端的大连斑海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跟随科医人员一起出海 去寻找这一年最后一批 即将离开中国海域的斑海豹 蚂蚁岛坐落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水下岸礁较多 海产品丰富 鱼类繁多 能为斑海豹提供充足的食物 我们在海上航行40多分钟 刚进入蚂蚁岛周边海域 陆博士就提醒我们 斑海豹正在右边的海岛上活动 此时我们的船距离石尖礁不到一公里远 借助长江镜头和无人机可以看到 在岸滩上有四五石头斑海豹 并排趴着休息 周围寒水里还有零星几头斑海豹在觅食 不时地探出头来 斑海豹对于周边环境非常警觉 为了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它们 我们登上了与它相邻的偏陀自导 这儿就已经很近了 对对对 这样一看数量真的挺多的 整个沙堂上都是斑海豹 斑海豹主要的活动都在水下进行 只有在繁殖 哺乳 休息和换毛时 才会爬到岸上或者浮冰上 而现在斑海豹正在为长途跋涉 储存能量 我刚才看到有一只海豹 它尾巴那像我们两个脚在搓一搓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表示很舒服 这海豹也不是老是躺的 有的时候会两头翘起来 就嘴张一张 尾巴翘一翘 互相握握手那种感觉的 牵个懒腰是那个意思 现在这个海豹在休息的时候 它们很少这个发生打斗 海豹争夺领逼的时候 会声音比较大 它们之间会有这个争斗 对 但是它们的争斗也很有特点 并不是让其他的动物 让它撕咬 它们只是这样的手 悄悄地挠你 打你 一个照拍动作 它可以说这是我这个反你 但是它对小海豹也会有这个动作 反你的时候是很快的 然后轻浮小海豹是慢慢的 会安静一些 搬海豹的警惕性很高 一般距离声援三四百米时 就会由海豹抬起头来四处观察 并发出声音警示同伴 骑族类动物都拥有像骑一样的死质 帮助它们在陆地和水中活动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海狮 海象及海豹 但海狮和海象都拥有灵活的后肢 可以在陆地上行走 而海豹就只能匍匐前行 因为那个海豹它的那个后旗肢 它是就直接向后伸 它不能往前弯曲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那个后旗肢就向后伸着的话 那它就没有这个蹲的姿势 也就没有站立这个姿势 它们是永远都不会站立的 对 那它的后旗的主要的作用是 因为它的尾巴是很短 在两个旗肢之间有很短小的尾巴 那它取下游泳的时候 就靠着它的后旗肢 然后这么摆动 摆动了来控制方向来发力 虽然斑海豹在陆地上动起来步履艰难 活动的范围也不大 但在水下它可是运动高手 斑海豹能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 在海中游动 它露头的这个行为是呼吸还是观察 是呼吸也是观察 它多久可以露出来一次头 它能够闭气能够到二三十分钟 它可以闭气下潜 然后到多深呢 一二百米的深度 斑海豹每天潜水多达三次十次 每次持续二十分钟以上 它们在水下活动极其灵敏 而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 是斑海豹主要的觅食工具 竟然是它的胡须 海豹的那个须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结构 如果你拿放大镜看它的胡子 它不是一个直的 它是一个那个整个是一个波纹形的 它里面是中空的 它能够感受到那个水 水纹轻微 非常非常轻微的波动 就是它在那个鱼靠近它的时候 它可以用它的胡子来感受到有鱼 它有天敌吗 在我们的海域没有 但是它在那个太平洋里 它还是有天敌 天敌是 鱼雄 上那个胡鲸都不是它 坐落在大连市黑石礁海滨的 辽宁省海洋水厂科学研究院 除了科研工作 还承担着救助搬海豹的职责 从大连和周边城市救助而来的搬海豹 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 这些就是在王震他们照顾下长大的搬海豹 还真的是不大 很小 对 一共有几只在这边 现在是七只 这个池子里有五头搬海豹 另外两头身体比较虚弱 需要单独养护 王震告诉我们 这头搬海豹是它在两年前救助的 因为身体一直很弱 便把它留在身边照顾 如今已经生龙活虎 马上就要被放归大海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 三头即将放归的搬海豹 就被装进运输笼 运送到海边 他们将与五头人工繁育的搬海豹 一起被放归大海 这是王震他们照顾了两年的搬海豹 他到达海里的第一个姿势 就是回头看我们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江湖还会再见的 因为我们最终放归之后 为了看这个回归我们的一个效果 一个是通过我们粘贴的一个微信标记 来看它的游动轨迹 另一个就是我们要 这个一段时间要去它的上岸点附近 进行一个调查 看看它是不是已经融入到里面去了 除了三头被救助的搬海豹 还有五头人工繁育的搬海豹 也一起被放归大海 对于野生搬海豹来说 大自然是家园 也是竞技场 面对即将开始的万里远行 每一头搬海豹 都将面临数不清的危机和挑战 曾经辽东湾搬海豹的数量 有七千多头 但是由于搬海豹的毛皮和脂肪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它们遭到猎杀 数量一度降到一千头左右 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和宣传力度的增强 人们对搬海豹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如今 每年回游到辽东湾的搬海豹数量 达到两千头左右 搬海豹每年不远万里地回到辽东湾 是一段艰难和漫长的路途 人们努力守护搬海豹的家园 等待它们一年一次地回归 在中国东南沿海 同样有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也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典范 这就是福建厦门 厦门珍西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达33,088公顷 主要保护的物种为中华白海豹和文昌鱼 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高楼林立的厦门市区 而我们面前的这一片海域就是保护区了 它的面积非常大 可以说是环绕着整个厦门岛 在这里生活着一种非常珍惜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华白海豹 这里是它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在当地有这么一句话 说是城在海上 屯在海中 白海豹和厦门人比邻而居 也就是说站在这个热闹繁华的厦门市区 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豹的身影 如今在厦门湾中 生活着大约80头中华白海豹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它们的身影 我们跟随从事中华白海豹研究的王心眼 出海寻找白海豹 哇 我看到了 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你还可以 你太远 他很快还会出水再活动一下 来 出来 出来 那它离岸是很近啊 这个画面太珍贵了 只有一头 它要几分钟才会出水呼吸一下 它一直在周围活动 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了一眼 太难了 但是我现在也非常非常难形容 我第一眼看到中华白海豹那种心情 忽然间一只白色的海豹从海里搬出来 然后呼吸了一下就走了 我们的前方出现的这头中华白海豹 每次出水仅一秒 就像一朵烧桥 就像一朵烧桑即适的浪花 尽管肉眼能够很快捕捉到它的位置 但摄像机想要拍摄到却很困难 我们与这头中华白海豹的距离越来越近 从它露出水面的背脊上 能清楚辨认出它粉白色的皮肤黑色斑点 从肤色判断 我们发现的这只是成年中华白海豹 工作人员测量结果显示 中华白海豹的水域深度为16.7米 我们很想知道 为什么只有一只海豹单独出现 它又在做些什么 突然它开始朝一个方向游去 中华白海豹的游速平均每小时约5公里 受惊扰后 时速可以超过15公里 王先燕决定继续追踪 我们的船保持着百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跟在它身后 就是它加速前进了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快我们可以加速了 船长 就正前方12点钟方向 其实说实话 我们在这个海上 向南湾转了很久 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但还是没有离这个岸边太远 那边就是我们定点监测的双子 所以说明这个定点监测 只要你看的这个面够广 就可以看到吗 前面有一群海豹 那是一群啊 前面有一群 真的是一群是不是 吴博士 你太厉害了 通过肉眼观察 前方距离不到400米的海面 同时出现了四五只中华白海豚 王先燕减少 中华白海豚通常三至五头 或一头单独活动 在耳料稠密的水域 有时也可能见到十几头 甚至40头以上的中华白海豚聚集 太幸运了 就在我们河窗塔中间的这一片海域 就有四五只的中华白海豚 我现在感觉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刚才他们没见面 王老师和吴老师说 他们距离有一公里在水下 就可以对话吗 应该是他有探测到对话 就是他们的声波探测 他就很快地去找 留下那块 现在他俩已经会合了 这边三只 这边还有三只 有一只灰色的 对 灰色的就年龄比较小一点 年轻的小海豚 我们亲眼见证中华白海豚 是用回升定位找到小伙伴 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海豚们会合之后 在海上此起彼伏 出水频率很高 它们相互之间离得越来越近 我们关掉船上的发动机 在一旁静静地观察 这个画面太美了 刚才有三头海豚 四头海豚同时探出水来 远处就是城市 我现在真的很理解 之前人们说的 站在厦门市区 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 那不都是人们的房子 这不是这不是 看到了吗 他们他朝向我游过来 运气好吧 长长的会 对运气太好了 长长的会对着我在这里 在距离我们不到十米的海中 出现了六头中华白海豚 它们上下逐浪自有玩耍 向我们展示着它们的矫健身姿 厦门人把和白海豚相遇 视作一份幸运 并身体力行地保护着这群海上精灵 1997年 厦门出台中国首个 保护中华白海豚种群 及栖息地的地方法规 出台退耕还海 生态修复 限制海上爆破 企业排污等一系列措施 大力宣传提高人类保护意识 守护好人类与中华白海豚 共同的家园 潜入南海 进入奇妙的海底珊瑚世界 感受海上丰收的喜悦 海洋物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山水间 美丽的蓝色家园正在播出 海洋 我们的蓝色家园 助力孕育生命 蕴含宝藏 珊瑚礁是海洋重要的 生态系统之一 无数海洋生物聚集于此 繁衍生息 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 实现水价芒果 也是海洋生态保护的重点 地处海南岛 临水离足自治县境内的 分界周岛 风光秀美 海天一色 岛上植被风貌 山石林立 拥有热带岛屿 所有的地貌特征 近几年 人们通过培育珊瑚 以及海洋保护等工作 让这里的珊瑚 得到了迅速发展 我们来到游船码头 见到了正在岛上 进行科研监测的 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海洋生态研究所的 吴忠介所长 我们这块区域 适合那个 生长的那个珊瑚 种类是非常多 据我们调查 应该有80种左右 80种 对 分界周岛水域的珊瑚 大多属于造礁珊瑚 造礁珊瑚的地理分布很广 主要在温暖 透明度高的热带潜水海域 分界周岛周边海域 水质清澈 水温适宜 使造礁珊瑚生态系统保护完好 很少出现死亡现象 那在这里面观测几年了 我们最早是在这个分界周岛 那个开发之前 我们就过来监测了 这一代呢 那个因为受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大 所以那个 它的那个珊瑚的那个覆盖率 是很低的 基本上是10% 或者说左右 或者说以下 但是我们这个岛礁开发之后啊 就是那个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那个目前那个珊瑚覆盖率 应该有30到40 分界周岛海域的珊瑚遍布海岛周边 大多属于潜水珊瑚 在水下几米处就清晰可见 吴所长说 过去受渔业捕捞影响 这片海域的珊瑚礁破坏严重 后来专门划定了珊瑚保育区 禁止渔业捕捞 也让这片海域的珊瑚礁逐渐恢复了生机 那您也平时会下到海底去进行监测和种植珊瑚吗 会 我们对那个岛礁潜水点进行一个人类活动 影响了一个评估监测 另外我们也会到我们那个修复的西域进行监测 我们跟随吴所长乘坐快艇来到潜水区 准备一起去观看水下珊瑚生长的情况 下水之前 彭教练先进行了水下指令培训 然后左右都是靠这个摩执的方向 我指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对对对 如果不舒服 就是打水 这个主要就掌握这几个手持 就没了吗 就没有了 培训之后 记者穿戴好潜水装备 背上空气瓶 跟着吴所长等人慢慢潜入水中 去看一看美丽的海底世界 阳光透过水面直射海底 碧蓝的海水 仿佛给形态各异的珊瑚 带上一层蓝色滤镜 各式各样的珊瑚丛旁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海洋生物 令人感到无比奇妙 跟随着吴所长 记者继续向四五米深处的海底前行 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 我们仿佛进入到一片珊瑚王国 种类反多千字百探的珊瑚 令人应接不暇 珊瑚群随着海流轻轻摆动 周围还有很多海藻 色彩斑斓的鱼群畅游其间 美轮美奂的海底世界令人惊叹 我们只想尽情地遨游其中 探索着无限的位置 珊瑚的生长速度较为缓慢 有些珊瑚的年生长速度不到一厘米 为了给珊瑚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 分解周到周边水域海头放了人工鱼胶 为珊瑚和各类海洋生物 建造一个海底家园 为了扭转珊瑚胶生态退化的趋势 科研人员们因地质疑 研究珊瑚胶生态资源恢复关键技术 包括珊瑚胶的构建 造胶式珊瑚和软珊瑚珊瑚 珊瑚胶鱼类 大型藻类和底漆动物的构建等 综合为珊瑚胶生态三维重建技术 将分解周到的珊瑚保育区 建成珊瑚胶生态重建综合示范区 分解周到水域的珊瑚种类很多 主要优势种为多孔鹿角珊瑚 散方鹿角珊瑚 油状碑形珊瑚 丛生亏形珊瑚等 常见的珊瑚种类有标准风潮珊瑚 橙黄斌珊瑚 美丽鹿角珊瑚 风杏子鹿角珊瑚 鹿角碑形珊瑚等几十种 分解周到海域的第七动物资源很丰富 常见的有海胆 海参和海星等 近年来 这里的第七生物种类数和丰富度 都呈现了小幅增长的趋势 在珊瑚保育区 还有三十多种珊瑚胶鱼类 主要优势种为两色光彩雀雕 黑狂聚雕雕 五代锦鱼等 色彩邦安的鱼群围在身边 不禁让人感叹海洋世界的神奇与梦幻 到水下面才知道真正的海底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也了解了真正的海洋保护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到下面看到了这么多的被保护的伤口 在这里随着海浪摇曳着 真的就觉得它们是有生命力的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对它们的付出和保护的话 可能我们看不到现在看到的30%到40%的有覆盖率 海底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使这片海域的珊瑚礁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人们在保护海洋生态的同时 也在不断探索如何能够更环保地发展海洋经济 突出于渤海和环海之中的山东半岛 拥有富饶的海洋资源 截至2021年 国家级海洋牧场就有44处 占中国总数的40% 这片面积3.8万亩的增殖性海洋牧场 位于山东荣城爱莲湾 从2006年开始 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胶 增殖放流鱼背 海藻 海参等鱼业资源 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平静的海面下 是热闹的海底家园 养殖江上方的水下1到3米处 是海带或龙虚彩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 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胶 是鱼类的栖息原地 我们设置组拍摄时正值5月 是海带收获的季节 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 李小军大令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 一天三个来回 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目养殖区 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一共有44支 每队25人左右 将分批收获共6.8万目海带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 很沉吗 试试 真的很沉 我来 这么大的 平时吃这个海带 吃的时候 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 一整个的还是 第一回见 从海里面拿出来 我给大家看了有多宽 这么宽 基本上可能要有 40公分 40厘米宽的样子 这个很大 就这个大量 这个更大 对 这长得非常好呀 我能够感觉到 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 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对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期间里 收获队必须抢时间 将全牧场30万顿海带收割完成 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十斤 甚至上百斤 你这一块成熟都不错 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 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带回去 就带回去了 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 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 再系上去 听渔民介绍 海带越是颜色发黑 根部长得越肥厚 成熟度就越好 味道也更好 不到两个小时 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 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 海洋物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一般三个小时左右 小船就会带着三吨海带满载而归 再继续下一轮收获 走啊 走啊 都刮着海了 刮着后面了 刮着后面了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 七月份 海带收割完成 将继续养殖龙须彩 十月份 龙须彩收割完成 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 不断地收获 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 牧场建树里以海带为原来 饭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 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 海洋靠创新焕发活力 随着人们不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正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 铺展得越来越宽广